安心事件全城關注,引起不少人惡搞或憔悴 隨著兩位當事人的道歉和鄭壽文的原諒發言後,本來就應該站高一段落 不過,自稱是黃森榮朋友的落選港南風,這日就繼續有新言論撐森榮 說事情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,當然說得很輕鬆 但願你們經歷過的愛情,都真是像童話故事一樣,上愛好難 還附上一張跟朋友聊天的截圖 對話內容寫道,拍拖結婚那刻,誰不是想一生一世 但感情詞,哪有那麼簡單,非黑即白 又說鬧那些人只是內心有鬼,想偷食但沒能力 不過,他很快就已經delete了個post 亦有網民質疑,這位人輕有秋水之然 和黃森榮到底有多熟?還是一個謎? MING PAO CANADA欄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